但我这个空调的话 自冷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的话 吹出来的风有个臭味 很臭 我估计到肯定就是里面的 那个里面肯定有东西抖住了 打住那个排碎的汇水 没有流走 所以在里面就有个异味 我现在打电话 叫这个洗空调过来洗一下 我这个是1.5匹的 他说要150 洗内积加外积 如果他说要加写种的话 要120 下午4点钟约的一个修空调的 到现在6点半还没过来 他说这段时间洗空调 修空调的比较多 等你洗空调等了这么久 你都没来 就说空调有点异味 然后的话不是很正能 给我洗一下看一下 就这里面 就这台 就这第一台 是血肿问题吗 刚才这个洗空调的说 我的空调血肿没有了 要加一下血肿 然后再给他洗一下 加血肿120 我等下给他讲一下 价100块钱 看他干不干 空调一点冷气都没有 开了一两个小时 现在一点都不正了 刚刚给他讲了一下价 加血肿100 然后清洗的话 是150块钱 内积加外积 这电不关 等下不怕电了 关的安全一点 他修空调 拆空调 洗空调 全套服务的 不全套服务 忙着去挣钱 找个盖盒 这个就喷一遍 再搞一下 这空调洗的有点简单 冲了两分钟 就可以了 就冲了两三分钟 冲了这么多黑水出来了 这外积五六年没洗了 哇洗出来的 滴下来的全部都是黑水 好黑啊 这么脏 现在洗完了 钱转给你 还是转给你老板 转给我 好 今天礼拜六 店里还挺忙的 三个剪头发的 里面有一个做头发 拉直的 刚才晚上 那个师傅 把我的空调清洗了一下 然后的话 又打了血肿 总共洗了不到十分钟左右 我觉得让我有点点 不是很满意 就是说洗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没有那么的用心 或者那么的细腻 但是这个来洗空调的话 是不是属于隔离的 售后 是我在我店旁边的一个维修店 叫过来的一个师傅修的 我觉得搞得做事的话 有点马夫 做得不是很好 就是洗的话 刚开始洗土地的时候 是出了很多黑水 然后外面洗的话 也出了很多黑水 但是他就拿个高压水 随便冲了一下 总共洗空调加血 总共用两百五十块钱 不过我这个空调确实比较脏 有五年没有洗过 特别是外机 流了很多脏水出来 因为外机在外面 这段时间旁边在修路挖下水道 所以说很多灰尘沙子 就跑到主机里面去 洗完之后 可能就说比较省电一点 因为不洗的话 空调就耗电量高一点吧 洗完可能省电 不知道是我的钱给的太少了 还是他本来做事就是这样子 还是因为这段时间 就是天气炎热 就是生意比较好 所以说就搞得比较毛躁 我不知道正常洗空调是怎么洗的 反正我们也不懂 但是的话 他就是用水枪冲了一下 就OK了 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很满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点个赞吧 大家点赞吧